同事们大家好,我是许学老师,舞蹈让你遇见更美的自己 我们今天讲述的内容是什么呢? 很多灵基础的朋友们其实他的身体形态是没有解决的 所以之前老师发过很多调整你身体形态 比如说让你不耸肩,开胸不抠肩膀 以及让你力腰拔背,以及整个身体形态的一个塑造视频 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灵基础的朋友 他基本的舞蹈的站姿他都没有解决 也就是你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开、非常窄、非常挺拔的一个状态 那你跳舞的时候任何舞蹈你都会是有一个不好的形体在哪里 也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这个舞蹈动作不好看 那为什么这个动作不好看呢?好,老师对了示范 首先,我们很多朋友 驼背,扣肩膀,紧珠,脊椎下沉 好,他就站在这儿的时候,这个仪态让你跳的一个动作 都是不好看的 好,那我们首先调整我们的上身 好,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 踏腰,脏足的退步 非常简单的 好,或者是我们的稳足舞蹈 稳足舞蹈 好,那如果你身体移态没有解决的话 那我来跳一下一个舞蹈的 你看,驾肩膀,扣胸 手抬不起来,驾肩膀是不是很短 这个动作你跳了,但是不好看 所以说我们跳舞是为了什么呢?调整我们的移态 我们的身体形态,提升我们的气质 那我们首先第一点要解决的 就是我们身体各个部分的开 那我们之前主页专栏有发布过身体的针对性训练 也就是你哪个地方不好 也就是全身到脚都会有一个针对性训练 所以同学们,像零基础的宝宝们 可以先去学习一下身体针对性训练 哪怕你以后不学武道 对你的身体的形体锻炼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们如果要是练习完之后呢 对我们的移态有了调整 那我们跳任何舞蹈 都是非常好看的 都是非常好看的 来 猛足,藏足 你都非常拿手 因为你的体态到这儿 你就是一个灵活的身体的时候 你跳任何舞蹈非常的好上手 好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述到这里 就是跟大家说一声 对于我们舞蹈基础体态的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利于你学习任何舞蹈哦 好的,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 下期再见